利施退黄药的基本功效呢 就叫利施退黄 其实利施退黄呢是两个功效 利施是轻利施药的简称 利施是轻利施药的简称 那么这个退黄呢是利胆退黄的一个简称 所以把轻利施药和利胆退黄把它合并在一块 那么这个功效呢叫做利施退黄 那么只有这样子理解以后呢 那么对于这个药的这类的药的应用呢 才比较准确 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轻利施药的药 所以它除了施药黄胆可以用以外 其他的施药定症 比如说有的利施退黄药还用于施温定 有的可能用于施温的传针 施温的代下 或者另外的施温病症 实际上它的轻利施温 和前面我们学过的一些药一样 它治疗多种施温病症 那么利胆退黄呢 它主要就是消退黄胆 恢复肝胆的疏泄功能 是板直的排泄能够正常 所以是这个黄胆的症状减轻挥的消除 所以有的利施退黄药 它治疗的不一定是施热引起的黄胆 比如说有的是石磋偏顺引起的黄胆 或者是这个寒湿的黄胆 寒症的 那么它主要用来利胆退黄 那么它加上一些温性的药 或者利水除湿的药 主要不在清热 所以这一类的药物的清利湿热和利胆退黄呢 是可以分开的 是两个功效 所以这样呢 对认识这一类的药物的这个临床应用 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书上呢 有的药是把它分开 比如说像那个阴晨豪 因为它功效比较少 就把它两种功效呢 各自表述 那么有的药本身功效就比较多 像辅章啊 金钱草啊 那么就把两个功效就合并在一起 就使它功效里面的文字 不要过于的冗长啊 这个便于学习或记忆 但是 所有的这一类的药 它最基本的功效呢 都可以分开 都可以合并 只是说 我们具体处理的时候 有灵活性而已 所以这个是 关于这个历史退黄药的 这个功效的问题 那么 在临床上呢 当然这一类的药呢 最多的是治疗的 是十日黄胆 是最佳的组织症 那么能够煮这个力胆退黄的药 在我们要学的中药里面不多 我们这一节呢 一共只有五味药 后面两味药呢 是草药 不讲 前面三味药呢 都是掌握的 比较重要的 那么前面我们还学过一些 比如说 脂脂 大黄 这个秦胶 驱风湿药当中的 以后的 比如说这个 郁金 活血化鱼药当中的 或者这个 凉血紫血药当中的 大小剂 这样的一些药呢 实际上都有一定程度的 力胆退黄的作用 就包括 另外的一些 这个 清理实在的药 比如说像蒲公银 这样 都可以用 但是呢 这方面的作用呢 可能有的比较 微弱一些 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这一节的 三味药物 这是 关于 这个 绿水肾氏药的情况